上身穿白色队服的是伊朗队 作为亚洲赛场中国队的老对手 巴赫拉米和哈达迪 是中国球迷都非常熟悉的 开场之后 哈达迪的中投命中 周琦篮下转身跳投得手 相比于这只年轻的中国狼 伊朗队的军演更加丰富 团队配合也更加老烈 不过中队有一种 出声流毒不怕虎的气势 周琦开场之后 隔扣哈达迪就是最好的宣誓 中国拿来的伊朗队 在亚洲会上交手过五次 中队四胜离腹战局优势 但是上届亚园会 中队输给对手 此一队内的周琦和王哲林 都经历了那场失败 或许是太想证明自己 经历了开局僵持 中队失误多了起来 首届比赛 中队失误多达六次 伊朗队失灵 泰国主动无备失误 让对手很快将比分差借拉开 在方售最后时刻 中投命中之后 中队18比25落后 第二队 33岁的哈达迪和35岁的巴赫拉 联手贡献了5比0的小高潮 中队在场上 22比34落后12点 暂停回来 伊朗队攻势不减 为了打压中国队气势 哈达迪连续两个回合单打周期 完成这次扣篮之后 伊朗队领先优势 来到了16分 在队伍最困难的时候 中国队站出来的是 96年出生的 阿卜杀拉木和赵润 两人不断冲击篮下 为中国队稳住阵脚 阿卜杀拉木 在中国南篮红队里 进步很快 打硬仗 处理关键球毫不守护 仅第二节 阿卜杀拉木 就贡献了11分两个篮板 顶住了伊朗队本节的进攻高潮 中国队找回自己的比赛节奏 半场结束 中国队将比分破进到41比45 下半场 中国队打出了年轻有冲劲的特点 黄智林用脚步骗过哈达迪 赵瑞随后连续命中 两季三分球远投 中国队反超比分 50比45 中国队领先 这节 中国队在三分线外彻底打开了 赵瑞 丁燕宇航 阿卜杀拉木 都有贡献 通过第三节比赛 中国队不仅仅在比分上 完成了反超 在信心和气势上 我们也完全压制对手 虽然参加本届亚运会的是 中国南篮红队 在几乎半数主力 没有出战的情况下 这支队伍 不惧任何强敌 不惧球场上的逆境 第四节 已经信心爆棚的南篮小伙子们 势不可当 尤其是三分线外的活热手感 让对手毫无办法 此一 中国队三分球 22投13中 最终中国南篮 84比72大胜伊朗夺回了亚运会南篮冠军 更加值得高兴的是 这支队伍还非常年轻 他们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和机会 去冲击更高的荣誉 我觉得我们很团结吧 因为我们之前 小组赛包括半组赛 基本上都是一两个人或两三个人 然后今天我们 很多人都打开了 然后包括投篮 包括冲击力 我觉得我们展现出来了 我们训练的成果了 不知道你特别的帅 但是今天我觉得 你在球场上的你是最帅的 怎么评价这么帅的一个业吧 我觉得今天我确实太帅了 我们自信 对 我们相信彼此 我们很团结 教练员相信我们 让我们在场上发挥自己的特点 我们不光是 为了胜利 也是为了彼此 为了对方 很显然 我们一直在批 批到他们 没有力气去防守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团结 用我们年轻 用我们的拼劲 获得这样的胜利 之前的比赛 其实自己打得并不好 队友教练 包括姚主 其实都给予我很多的鼓励 所以好在 这场爆发了 这场发挥了 还不算了 但是我们问候了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并没有 真正的急躁 所以我们还是一个个 我们知道我们优势在哪 虽然 哈达迪也是在 内线打出了统组级的表现 但是我们优势就是年轻 我们就是大反击 我们给对手冲垮了 尤其包括下面场的体力 我觉得我们真正的 给他们冲垮了 所以真的不容易 而且关键是 跟几个手还都特别硬 这场比赛 也算是给我们这一下天 包括给中国的球迷朋友们 一个最好的礼物 面对着老老的伊朗队 中国南岸的小伙子们 在落后时没有慌张 在交错时没有彷徨 他们用自己骄傲的热血 去书写了一段 属于自己的传奇 而这样的故事 也会激励着我们 用更多的信心 去拥抱一个 属于中国篮球 更美好的时代 中央电视台记者 以阿加达报道 请不吝点赞